君明好 大家好 我是叶玉清 那我们今天来聊你的京都市神友 这本书好像是你好几趟日本的旅行拼凑出来 对不对 应该是说我第一次自助旅行就是从京都开始 然后京都你把它区分为北中南东的一个地域位置 这个纯粹就是它的地形位置来做介绍 没错 而且我觉得因为京都本身 他就是仿照我们就是大陆长安的一个格式 那长安的格式就是我们熟知的左青龙右白虎 然后那个南出却北玄武 所以我基本上就用这样四个方位来帮京都做一个分门别类的介绍 那正中间正中间就是他们的政治中心京都皇居所在 所以我就用麒麟这个神兽来定下这个名字 但是片名还是四神游 就是可以四处游玩这样 在京都这样 那你这一篇是几趟的一个旅程 因为有你个人自助旅行 也有跟家人的对不对 对对对 这应该是总结我 从我第一趟到现在这样三十几年 我在京都玩的一个心情 或是我所得到的一些资讯 或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一些我的想法 就写在这边这样 当初怎么样第一趟会有京都的自助旅行 第一趟应该是感谢我的大姐 因为他们公司比较大 他要到美国去出差 可是他出差转机的地方是在日本 所以他就问我说 我转机回来 你要不要陪我在日本玩 那这就是我的第一次 启动我第一次在日本玩 然后因为是配合姐姐 所以姐姐挑的是京都 所以京都就成为我的自助 第一次就对 所以变成你就从台湾到京都跟他会合 配合他转机的时间 对对 那因为姐姐本身他可能京都他有玩过 所以他熟门熟辱的 就带着我这样到处走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住的 就是那种厅屋家 叫村上家 那后来我自己私下要去找 就找不到了 因为说真的这几年来 京都其实他改变也蛮大的 就可能拆掉或者是怎么样 找不到就对 就像京都车站 他也是整个拆掉 然后又重建 重建的结果是 真的很值得大家去参考这样 我觉得对一个车站来讲 他们他真的像是一个艺术品 好那我们是不是就这些位置来帮大家介绍 一开始从左边开始介绍 对不对 京都的精华在落冬 所以他是整个京都 东边是比较热闹区吗 是不是 应该东边就是属于他们的 皇室的那种高级旅游的地段区 那东边最有名的就是我们说的 七园啊 清水市啊 那都是外国人最常去的地方 那整个应该是说 京都人会营造那种风情 你从奇缘这样慢慢走上清水市 沿途你看到的那个清水版 二年版三年版 那全部都是我认为 外国人会把它定为那个就是京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因为他们保持原来的那个地貌非常的深刻 然后应该是说你这样慢慢走你的心就会慢慢缓下来 整个熔绕京都人的那种他要营造的那样子的氛围里面 然后里面有讲到奇缘季 7月17号的前季跟7月24号的后季 夏天的时候 是7月的奇缘季 所以他不是就会穿着浴衣到处跑吗是不是 几乎啦 他们所有的祭典都是 大家就是穿着 也不是浴衣啊 就是和服啊 那个男生应该是说 丁字库那种的衣服 然后女生就是 夏天就是你说的浴衣嘛 冬天他们也会穿的比较 然后稍微 再加个小挂吧 好像整个整个那个 庆典都是很热闹 很热情洋溢的 然后都挤不进去这样 嗯 像我们上次来台湾的那个跳舞的那个 阿波舞有没有 他们就穿的比较紧的浴衣 不是那种宽松的 然后戴那种人质型的帽子 然后手上拿扇子 那就不一样 他每个祭典都不一样 还有东北还有一个睡魔祭 嗯 就是嗯 睡觉的时候魔鬼会出来 所以要驱魔 所以还蛮多的 那奇缘就是他们当地的那个 商家他们所做的 然后大家就是拼场子 看谁抬出来的那个 我们说的那种花轿啦 或是什么 看造型就对 对对对对 然后里面有特别介绍一个叫 葛切那种是 有点像凉膏那种是不是 对 黑糖膏啊 嗯 葛切 有点像我们的那个凉柜 粉条 我们的粉条比较粗一点 他那个很细 那个真的吃下去就入口即化 嗯 葛应该是葛粉做的 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 京都的东西就是吃起来再更细致一点 然后味道的层次再更高一点 更有变化一点 可能就是在于他们京都人 我们说好听的就是他们很优雅 说难听的就是做做 所有东西他们就是搞刚啊 嗯 搞刚他又要特别说我们与众不同 这就是我们的传承 我们的传统 好 所以说搞刚就讲到京都第一的这个香寿司 寿司要把它挤 挤成一个小小的小方块这样子 是要方便你这个随时吃吗 对 对 而且保存那个鱼的鲜度 我们都觉得生鱼片就很好吃 对啊 可是他也是用生鱼去 应该是 嗯 把他 压缩用那个 酱油什么 让他整个味道再更浓缩一点 然后浓缩又跟醋饭合在一起 就再也分分离了 像那个我们吃的握寿司 他还说醋饭里面要有空气 对 可是这个完全没有空气 把鸭鸭食就对 鸭食 然后所有的那个味道 鱼肉的味道跟酱汁的味道就完全就跟他们的出饭合在一起 那你吃怎么样 我吃了我会上瘾 我不知道 可是 姑姑他们吃都说还好 嗯 可是我吃了真的很想再吃 就很紧密的寿司那种口感 就是不便宜 那 一小条 一小条也要三四千 嗯 日币 对 哇那很贵 是是不便宜 因为就是搞缸啊 他的他的做工至少比那个 现切新鲜的那个握寿司 然后这样做给你吃 其实这个只是时效性而已 这个是搞缸的 嗯 对日本对京都人来讲 搞缸的东西 你就是要用钱去换来 然后外面有很多包装这样 嗯 对 包装的很漂亮 是没错 好我们来介绍清水寺啊 清水寺就是起源旁边嘛 对 你要说在旁边其实还是要走一段路 要走上走上坡去 嗯 对 但是那个清水寺值得去啦 可是人很多 嗯 我是觉得人很多 其实这样挤来挤去 有时候旅行的那个乐趣会被 心情就会被影响 对对被影响 但是逛一逛旁边那些店 我觉得OK啊 哦就不用挤到这个主场地就对 对对对 主场地 其实主场地里面 清水寺最重要就是那个清水舞台 就整个木造的建筑 踩在上面其实还是有一点倾斜 但是他那个 每年都需要维修 然后清水寺后面还有一个地主神社 地主神社就有点像 祖庙旁边的土地 土地公一种 嗯 那种很多小小小的不一样的神社 就是嗯 我应该讲寺庙是寺庙 神社是神社 神社是日本 从以前以来就有的一些神奇在里面 嗯 那地主神社就是我们所有的恋爱之神 他可能主恋爱啊 所以那边 我记得好像有个明星在那边拍过就是两块石头 你闭着眼睛 从这块石头 啊 转三圈 然后从这块石头 能够走到那块石头 然后摸到他 那就表示你的爱情可以成功 日本人超信这个 然后我们就就去看一下这样 所以真的很多人 闭着眼睛转三圈 然后就这样 啊 对对对对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就是 消灾解恶的 他有剪一个白色的小小子人 那你就把你们家什么什么名字啊 什么地址写上去 然后放到水里就化掉 嗯 那些灾就化掉 哦 就化要很多啦 其实我是还蛮爱玩的 那日本这些神社为了吸引人家来 所以他们有很多花招 都很特别 他比如说地主神社旁边还卖一个恋爱症候群的那个药包 嗯 就是那个你吃了你可以预防你失恋啊 苦恋啊 或是什么一大堆 或者就 很多小玩意就对 所以应该说他们脑袋转得很快 生意人嘛 对生意人 包括什么白色情人节 好像也是发展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情人节 之后再来一个白色情人节 之后再来一个白色情人节 对女生送男生嘛 然后 三月之后就变成男生回送女生白色 是这样吗 应该是 哈哈哈 反正就二月十四情人节 三月十四 再来一个情人节 回送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变成你送礼要送两次这样子 对 那像我们儿童节嘛 我们就过一个儿童节 他们有男童节跟女童节 又分开又这样又玩两遍 对对对 好那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区域 刚刚我们来讲右边 就洛西嘛 对 洛西是后来 后来才开始 比较热门的 因为以前洛西就是我们说的 日洛西方嘛 所以以前那边再过去一点 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乱葬岗啊 什么的 就鬼怪啊什么的 会故事比较多啦 但因为少人去嘛 就代表他的自然风光好 对 所以接着就是蓝山就开始有名了 然后杜月桥 杜月桥我在书里面有写 那个我的姑姑她是受过日本教育的 她跟我想 走杜月桥的时候啊 千万不要回头看 看你 看那个人 然后跟她说 说话 要不然你以后就真的跟她分离了 所以我还记得说 嗯 带爸爸跟妈妈去 去那边的时候 好像 妈妈要跟爸爸讲什么 还故意到他们不要回头 免得他们就真的分离 这样 就有这个传统传说就对 对啊 可是姑姑说她忘记了 但我小小的年纪永远记 好 那里面一开始就介绍金格士 哇金格士就蛮有名的 对最有名就是那个 三岛游记夫写的 他就写金格士 同名小说 对对这本书 然后说的是一个Kishow的和尚 他放火烧的金格士 那他烧的原因就是 他太美了 嗯 与其让别人把他毁掉 不如就我把他毁掉 然后让他永远留在我们心目中那么美 是蛮不够 很多人练悟练到一个境界 就会变成这样 应该说三岛游记夫 本人也是这种个性 所以他才会切腹自杀 嗯 像樱花一样的散落下来 就是开 开那一个季节 然后就整个落下来这样 那么美 他们的那种想法真的很特别 嗯 樱花成为他们的国花 真的可以想见这个民族的个性 应该是 很敏感就对 对然后 应该很决裂啦 这样 对里面真的还介绍 蛮多这个自然风光的 嗯 这个在里面这个 其实配的照片也蛮多的 刚刚的落冬就完全不一样 嗯 对他比较属于大自然 那落冬就是属于比较 那个京都的那种 塑造出来的那种风情 那种 一个是自然的 一个是人为的 但是都很特别 都是代表着京都啦 应该这样说 南边就是最近这几年 比较开始有名的 南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往南走 第一个我们先看到东四嘛 对 我的编排是这样 然后再继续走 就是福建道河 福利庙 他已经被外国 就是那 那部片子 亦记回忆录 就是在这边拍 那因为拍的太漂亮 整个红色的鸟居 就是一直蔓延到山上去 那我为了探究这个鸟居 到底有 有多长 所以我就爬了这一趟山 这样来来回回走了快 两三个小时 的确很需要体力 所以他是一直延伸到山上去 山上 对 没错 千本 就是将近一千个鸟居 可是我觉得不止啊 因为大鸟居是人可以走过 小鸟居都 散散落落的挂在旁边 大大小小的一堆 所以这一路上一直走 要走这么久 然后里面说是狐狸庙 所以是谁会去拜 商人 他主要就是 拜让生意兴隆的 管钱的 狐狸就嘴巴咬着钥匙 他就是开启财富的钥匙 那像他们 他们也会有祭典 就是 播种的时候 其实那个 道贺你有吃过吗 就是那个 我们吃寿司 豆皮寿司有吗 那个就是他们的 那个样子出来 就是捆米的 那个竹包的 做的那个样子 所以 我们就会有 豆皮寿司这个形状出来 是因为道贺祭 对 然后那个狐狸也喜欢吃 嗯 豆皮的寿司 所以 可能就是用这样子 然后延伸出来 应该每个地方都可以吃到 只是说 配合了他们的那个 形状会比较多一点 好 那里面还有一个叫是 四田屋 然后就讲到历史名人版本龙马 对不对 嗯 这里已经走到那个 南方的那个 福建桃山城那边了 那最有名就是版本龙马 那应该是比较接近 这个幕府时代的 明治维新的 明治维新 对他们是维护皇权的 然后要跟幕府将军对坐 这样 那 要其实要蛮欣赏他们的历史的话 就可以去走这一趟 京都有特别为版本龙马 设计一系列的活动 就是版本龙马在京都的 所有的地方 甚至他遇害的地方 都有做盖章的活动 哦 集搓章 集搓章 对他们很喜欢集搓章 对 就跟很多铁路的车站一样 对 对 啊里面在 所以宇治就在南边了 对 宇治就 宇治是来自于那本小说 那个原始物语 嗯 那就是我们说的 伟大的爱情故事 跟我们的红楼梦一样的伟大 哦 他也是一个蛮史诗般的一个著作 对 嗯 然后宇治应该最有名 来台湾这个蛮多这个绿茶的嘛 宇治相关产品 嗯 对就是茶 你其实你一下宇治这个火车 这个小站 你看 你空气中飘来 全部都是抹茶的香气 嗯 然后 整个大街上 都是茶庄的 经营的商铺 然后他们也都很热情 欢迎你进去 然后他们随时给你奉上 他们 他们觉得他们 今年最好的 最新鲜的 味道最棒的 然后 你喝个茶 然后吃个点心这样 然后在那边应该可以吃到很多抹茶相关的 产品 超多的 连意大利面都是抹茶 然后蛋糕不用说了也是抹茶 嗯 你可以想见的全部都沾上抹茶 然后我们那边有一个 中村藤屋那一家 的确是很值得进去吃一家 他们的 应该说他们的抹茶甜点非常的有名 嗯 是 好 我们来介绍北边 北边就是 嗯 目前我觉得 大家去京都呢 很少人走到北边 是蛮可惜的 北边就是两大 我觉得比较重要 就是贵船神社跟安玛寺 嗯 但是在往贵船神社跟安玛寺之前 你会到一个夏亚神社 夏亚神社 就在森林里面 它有一个旧之森 那个森林里面 还有一个叫做 和和神社 是美人 美人神社 就是他的 他的会嘛 就是一个镜子 然后喝他们水 越喝越美 所以我也买来喝了 哦 哈哈 所以你刚刚说 比较少人去是因为都是神社 所以一般人比较没有兴趣是不是 对 就觉得拜来拜去都一样 那其实他们主寺的神都不一样 真的 然后 应该是说 日本人很会营造他们神社的这些氛围 所以 你去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枯燥 我反而是觉得寺庙 寺庙可能比较 感觉比较庄严 神社就感觉很清人 那像那个我走到贵船神社 他当初就是好像是那个什么 大国主命的妈妈呢 为了找到水源来救助当时缺水的那些百姓 所以他的船就突然停在那里 停在那你就觉得 诶 这边可能就有水源 果然一挖水就出来 然后就是 就 就 就把他的船留下来这个地方 就叫贵船神社 然后这边最有名就是水占谱 对 一样啊 你就是 跟神社拜拜 求一张谱 求一张 其实也不用求啦 他就是到那个他们的 那个卖的那个 那个 寓所 然后跟他拿一个 然后你就放到水里 水里就会显现出 你刚求的那一张 那张的内容是什么 就字就浮出来就对 对对对 反正这个已经 就先写好了 反正就泡个水下 对对对看你抽到的是哪一张 然后你就 你就呈现出 那你还记得你抽到哪一张 大概什么内容 我好像是终极 我那一张有留 然后干了他又看不到字了 然后泡水又出现 对泡水又出现 好 最后就是中间 正中间就是皇宫所在是不是 对这个应该大家都会去什么二条城那些的 然后再来就是景市场 那我们去的那个时候 天气就是刚好是赏花的季节 所以整个樱花看起来很漂亮 这个赏樱真的还是要去京都 比较有感觉那种氛围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京都的厨房景市场 景市场真的你要吃好吃的 你要喝好喝的 或是你甚至想买一些工具啊 送人的那些伙伴 在这边都可以可以逛的到 而且我觉得东西真的很亲民 CP值还蛮高的 然后他们商人脑筋也动的蛮快的 我记得以前我买个糖果很贵 可他现在都会把糖果做一小包一小包 就是他也帮你包的很漂亮 然后你要送人也不失礼 就买了很多可以送人 各式各样的糖果 然后都是小包装就对 对 然后为什么要在京都买糖果 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糖果就是第一个颜色很漂亮 然后味道又清甜 然后包装又好看 送人真的大方 非常讨喜 最后跟我们讲一下你这几趟的京都游的一些故事 包括你跟你大姐那时候转机到最后 你还约你爸妈一起到京都去玩 应该是说京都给我的感觉是 第一个他当然有历史故事 我本身是蛮喜欢听一些这些故事 然后我自己会去找我想要去的地方 比如说里面就有一个勤明神社 阴阳师 我们最常看到就是那小说里面那个阴阳师 安倍勤明的故事 所以我就会去找他的神社 然后就每一次在台湾都会说 我要去京都的哪里去哪里 那再来就是我刚刚说的 京都很适合你三天去玩也OK 你五天去玩也OK 甚至你玩我有一次在京都玩到十天都OK 就是他的内容内涵 让你可以很自由自在去设计 你今天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线 然后我喜欢带爸爸妈妈去 是因为他们 那个跟他们的儿时的记忆 其实是蛮连接的 因为爸爸妈妈他们的儿时记忆 还是受着日剧时代的那种想法看法 那在京都他们可以玩得很开心 然后甚至还跟我说 啊这个我小时候有看过就是这个 因为京都很会保留这些东西 一直到现在 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 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传统 那你带着爸爸妈妈去 他们会感受特别的明显 这样 我也很高兴我 我能在他们有生之年 带他们一起去玩 那留下美丽的回忆 当然也有不好的回忆 不好的回忆就是 也不是吵架 就是小孩子喜欢管大人 就觉得爸爸妈妈你买这个干嘛 可是我后悔了 我觉得应该让他们买 尽情的买 尽情的买 我也觉得应该告诉读者 如果你真的突然有孝心 带着你的家长一起去玩 然后他们想买什么 就买足他们吧 没有必要在那边跟他们斗一起说 这个不要那个不要 他们那时候大概买什么 我妈妈看到的是那一只大狸猫 她说狸猫很可爱 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门口 应该很漂亮 我说那个狸猫是陶座 你买那么大干嘛 一定会壮壞 而且不好搬 我很后悔 其实就陪他去买去挑也没关系 顶多在建议说 妈妈太大我们不好戴 我们买小一点 买小吃一点 对啊也是一样啊 可是你看我 我们年轻气盛 我们就打乱了他们去旅游的心情 是其实还是 我们觉得我们很孝顺 可是对 在整个相处过程中 我觉得还是不够 不够体贴 太过强势就对 对 因为整个行程都是你们在安排 就变成 你们觉得你们要听我们的 觉得怎么样比较好 就你决定 对对对 其实是 我应该换个立场 既然要带他们 带他们出来玩 就要以他们立场 当然 对 这个 真的是 人走了之后 才会去回忆这个事实 除了狸猫还有什么 那你爸有特别要卖什么 我爸爸反而没有 我爸爸的个性就是 你们喜欢 他掏钱就对了 对他 反而是我跟妈妈比较多互动 也不是冲突 也不是冲突 就互动会比较多 然后妈妈 因为他是 比较道地的台湾人 他一定要吃到米饭 可以你在外面 就等于没吃饱 对 那你在外面玩 不可能照他的 吃饭的时间 所以难免会delay干嘛 然后妈妈 因为那时候可能是 类似我们说的糖尿病 他急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不懂 我懂 你们就会觉得 逛完之后再吃就好 对 等一下就带 他有实际的需求 对 但是我是觉得说 我如果再多体贴一点 这些都不会是我旅行上 会出现的状况 只能说我们那时候太年轻了 然后又急的要带他们 带他们认为 看我们认为我们 认为对他们是好的 可是对他们来讲 他们其实可以跟儿女出来玩 就已经很好了 对 他们不会在意说 你让他看到什么什么 他觉得你陪着他就已经很好 我是觉得心态上 我们稍微改变一下 或许就会 就不会有那么多 我说的这种冲突 所以他们看到就是走走看看就好了 那你们就觉得是这个不一样 一定要看到这一间 然后这一间不一样 就一直看一直看 就没有顾虑到他们需要的一些时间 或者是什么体力上的安排 对 没错 我后来就 后来我就是会陪着姑姑们去玩 我就会特别注意到这些 比如说我走太快 我就会泛慢一下我的脚步 然后比如说他们会去动手去摸这东西 表示他们对这个有兴趣 可是他们勤俭惯了他们不会去买 那我可能就 就看看而已 对我可能就偷偷的说 偷偷的说 这个我想吃 其实我未必想吃 为了他们 对像姑姑他们会去摸一个这么大一个草莓 可是草莓这么大在日本很贵 他们可能就放下来就走了 然后我就说 欸姑姑我很想吃这个草莓 我现在就学会了 就是有些事情就是用这种方式 就我来 然后他们就可以 因为你说要买给他他们一定舍不得 他们说不用了 看看就好 如果说你想吃 那他就会去 那就顺便 对对对没错 心态他们就会比较释怀一点 对没错 所以这也是一个跟长辈相处的一个机会 而且日本蛮适合带长辈去 但是在陪伴的过程就要多一些体贴 因为毕竟日本消费还是比较高 所以很多老人家去玩东看西看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买 什么东西都舍不得吃 所以就是要像你刚刚讲 有点心机有点技巧 也不是技巧 应该是说知道他们的个性是勤俭的 那我们要满足他们 因为他们老年人真的他们 勤俭惯了 而且那个物价一看就知道跟台湾差很多 更买不下去 一粒就要三四百元 他怎么买得下去 可是你说你要吃 他们就说 好啦那就去买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小小一条寿司 挤在一起然后三四千块日币 那台币一千块谁吃得下去 对不对便利商店 那个收拾一个才三十五块四十块而已 可是对真的不一样 还是有不一样 好今天非常谢谢叶玉清老师为大家介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